网上那些教你做各种兼职啊 副业说多好多好赚钱的人 他们真的有去试过吗 我有 今天我来跟你们说的这三个搞钱副业 是我自己亲身接触过 确认成本超低能赚钱的事 而且今天这个视频 我不只是告诉你能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 我会手把手的告诉你怎么从零到一 把这个事情做好 赶紧把笔记做好 搞钱去 先来说项目一 拍立得摆摊拍照 我看小某书上很多姐妹都在分享 拍立得摆摊 一天能赚这么多钱 然后我跟大豆周末的时候 就去试验了一下 短短一个小时后就进账了300多 除去成本 我们俩还能一人分一百 轻松赚到奶茶钱 我们摆下来后 总结了三个能让生意变好的小建议 一 用快递小推车当展台 里面能放外面能摆 人流量不好的时候 随时拖着换地方 二 提前准备这种拍立得的小招牌 拍照道具 还有免费DIY的笔啊 印章什么的 就更能吸引路人的兴趣度 第三点就是你到了现场之后 一定要拍一张样片 拍好看一点 你把它放在展台上 我亲测大家看到那个之后 就会很有拍照的欲望 我们那天就是这样子 深夜好到一直在排队 跟小姐姐聊天也超开心的 不过温馨提示哈 因为拍立得每拍一次都是成本嘛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写上 先附再拍不包废品 当然哈 单人的多人的拍立得教程 我也都有出过 骗着我拍没有废品 我就说上网能学到真东西吧 再接着第二个项目 寝室穿戴甲 不想出门兼职 就想在寝室搞点副业的姐妹 半自助穿戴甲创业 真的很像 像我表妹嘛 就是在我这儿学了半自助穿戴甲之后 这个学期开学期在学校赚了800 做这个还成本大概就30多块钱 只需要买粘钻胶 拉线笔 假托 风尘胶 猫显灯 就够你开张做很多副的 工具有了 做支架的材料呢 甲片里面就去买这种 几块钱一副的预制甲片 像猫眼 发饰 腮红 各种款式 甲型 还有颜色 都是可以选 而且现在做的好的预制甲片 真不比手工甲差多少 像这幅几年大火的样式要300多 但自己做同样是用滑字转 整个材料算下来也就50多 我妹妹在学校卖88 然后有好几个人找她订单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 你们可以去我这期视频补课 你多练习几遍 我就会越做越漂亮 可是没有课员怎么办 前期宣传 你可以让好朋友 帮你转发一些优惠活动 像我妹妹她是写下单 就送一周内免费上门贴甲 对于不会贴甲片的姐妹 我就很有吸引力 穿戴甲的贴法 我之前也有出过视频 你们可以去学 另外她有在块团上开团购甲 这样想低价卖的人 她自然就会找朋友一起凑单 一次成在这三单以上 这钱不就赚起来了 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宠物上门喂养 像我跟我们公司里的人 真的是人均都有宠物 每次出差 或者回家过年过节 都会找那种宠物喂养 大豆家三只猫 每次喂一次的话 就是60块 上次我很认真的咨询 长期来我们家喂狗的小男生 周六周天大概能接五六单左右 大概能占到一个 两三买左右吧 对于本来就很喜欢 猫猫狗狗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神仙副业 而且做这个副业成本也很低 你就准备好一次性的手套 鞋套和消毒喷雾就好 那怎么接单呢 像如果你是大学生 主要是周末兼职后 就直接在小某书 或者小某书上面发布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哈 你一定要把覆盖的位置给写清楚 也可以精准到小区 这样你承担的几率会变高 而且你之后一家一家的去跑买 就不太会绕路 能节约很多时间成本 好了今天这一期的 稿前副业就到这里了 希望真的对你们能有一点点帮助 记得点赞咯 还有更多同系列视频 记得关注我呀